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竟然是这样的世界冠军 我手里走得不好 上来踹我 他竟然是这样的大魔术师 他们说我那个喷条方面的天赋一点都不弱于魔术 我们在家里面 got个小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用太笔 赶紧看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这里是吉林卫视全播首档新宿家庭综艺节目《家庭欢乐秀》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秉慧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杨茜 欢迎现场121位欢乐家庭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通过网络参与吉林卫视家庭欢乐秀的网友 欢迎你们 你们在哪里 这么多人已经坐满了 对不对 不过《家庭欢乐秀》它不仅仅是一个秀才艺的地方 它还是一个秀欢乐 秀幸福的地方 如果说你可以把你的快乐传递给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有与众不同的家庭故事 你就赶紧参与到我们《家庭欢乐秀》的舞台录制当中 没错 想要报名参加节目 为选手加油投票 跟明星家庭比拼才艺 给明星留言提问 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实现 或者发送邮件到官方邮箱 也许下一期站在舞台上和明星敬演的就是你 是的 今天的节目 依然有两组明星家庭担当队长 分别带领自己的素育人家庭进行才艺比拼 那今天的明星队长到底是谁呢 他们又会带来哪些家庭成员呢 我想这是我们每期都非常非常关注的问题了 是的 那现在我也不卖关子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和上期的两组明星家庭是一样的 首先让我们掌声请出世界羽毛球冠军艺人 抱春来和他的外甥女儿马欣怡 欢迎 欢迎两位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家庭欢乐秀》的舞台 欢迎再次来 大家好 我是宝莲大 大家好 我是马赛克 我们是《宝马组合》 好有创意的出场 那上一节节目当中咱们宝马队获胜了嘛 对 那这一次又来到 咱们家庭欢乐秀的这个舞台上 对 我觉得家庭欢乐秀 它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 上一次我们通过我们全部 整个团队的努力 还有大家观众们的支持 所以我们赢得了那一场胜利 所以今天我们想继续 延续我们的胜利 所以宝马队 加油 加油 就要连胜嘛 对不对 那宝马队一定要给自己 起一个响亮的口号 对 我们想好了 止进不退 最强战队 请两位都坐 谢谢 好 谢谢 好的 那刚刚呢 我们的第一组明星家庭 已经亮相完毕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第二组明星家庭 有请傅妍东和他的爸爸妈妈 有请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傅妍东 这是我的爸爸 这是我的妈妈 我们是魔王组合 魔王组合 因为上次咱们队叫做魔王战队嘛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但是魔王战队输了 其实输赢无所谓 我不太看重输赢 对 不过在上一期节目当中 燕东表演的这个魔术 真的是 观众都说没看够 今天会不会再表演一个什么样的魔术给大家 今天其实也是有准备 不过具体的得看我们这个组的这个比拼的情况 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跟我们刚才那些组员开了一个会 准备会 开了个会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也改口号了 我们的口号是你们还记得吗 还记得 就看你们有没有默契了 我先起个头 爸爸你听好了 一决高下 魔王震霸 当然我们话不多说 赶紧请三位露座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好的 所有的明星家庭都已经亮相完毕了 那我们家庭欢乐秀的欢乐规则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一段VCR 欢迎来到吉林卫视家庭欢乐秀 节目规则如下 两组明星家庭分别带领两组采艺家庭 进行三轮采艺比拼 每轮比拼结束后 由现场的121位欢乐家庭成员 投票表决 分数较高的团队积一分 整个过程将进行全场网络直播 场外观众可在三轮比拼结束后 为自己喜爱的队伍投票 票数较高者积两分 最终总比分高的团队获胜 获胜团队的才艺家庭将有机会获得 何家换旅行大奖 明星家庭将携手吉林卫视 向明星指定的贫困地区西方小学 捐赠图书室 快叫上你的家人一起看节目吧 好的 那我们的明星家庭 已经全部的亮相完毕了 今天他们会带来 什么样的明星阵容呢 那咱们宝马队先起 好的 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可厉害了 他们的名字叫 金居祖孙 有请金居祖孙登场 欢迎两位 那我们魔王队这边请出的战队是谁呢 我们魔王队呢 这一场主打的是父子秦深 所以我们要请出约德尔父子组合 掌声有请约德尔父子组合 那接下来该第二组了 是不是 来 宝马战队的第二组 素人家庭呢 是哪一组呢 我们接下来宝马战队要出的就是 名字叫 辣椒炒土豆 有请 土豆 辣椒 欢迎两位 这好青春 好洋气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组家庭 是哪一组家庭 有请言东 我们这最后一组家庭是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组家庭 颜值非常高 是母子组合来自新疆的 母子组合 欢迎来自新疆的母子组合 好 现在的游戏规则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两军交战哪一队先率兵出战呢 我是这么想的 因为刚才 大家都支持宝马队 宝马 今天好像 宝马来了很多的粉丝 我刚才跟东哥说 其实一直在想我们看谁先出 其实我就在想 我就跟东哥说 我说还是 可不可以让我们先出 因为我们这一队 因为祖孙 祖合呢 因为是姥姥跟孙女 姥姥年纪比较大 所以我希望能够让他们先出场 然后让他们能够早一点休息 那把最好的经历 最好的状态 放在这个舞台上 真好 好贴心啊 真是好男人啊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 金剧祖孙 太阵不必入辞 算是遵命就事 哦 依寡帅 寡帅 吃炭 吃炙 啊 哈哈哈哈 这才是我养家 家的好媳妇 你快去该换戎装 老圣娃娃与你巨匠摧骨 吃炭 we play we play Jiang 以前 我们的演技 我们说 演技 我们的演技 梦青堡 见故乡 跨着深圳 欢喜莫破天满窗 这凌云相当远 桃花马上微风 以礼 被羞飞见识流去 流山之意 所当今错 徒怎能够属于他人 三万小丑 活走了 我遇见到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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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刮传 水刮传 我不刮传 水刮传 flows 翘无疑属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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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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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怀三季 大家好 我叫冯淑云 在京剧行那里叫冯老大 这位是我的外孙女 叫魏梦曦 今天15岁 我61岁 我特别想问梦曦 你为什么喜欢京剧 因为漂亮 好听 漂亮 对不对 你看这扮上多漂亮 而且还好听 是不是 那以后就想不想专门做这个 不太想 不太想啊 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当演员 想当演员 姥姥你希望那个小外孙女以后做什么 我当然希望她传承京剧了 但是和我想的不一样 和你想的不一样 那最后怎么办呢 那就听我的呗 对 这话还得听你的 是不是 小孟希我听说也获过很多奖 是不是 完了 现在我们就是再继续努力争取 有机会参加点国家京剧奖 我来参加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呼吁咱们这些小朋友 加上多学点京剧 因为京剧是国粹 我觉得无论是这个传统文化还是我们的国粹京剧 从来都不缺乏守护者 而是缺乏的是传承者和追随者 对吧 我觉得我们现场的所有人都应该为我们场上 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骨骼掌 更要为我们所有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以及京剧的中国人骨骼掌 老友已经61岁了 这小姑娘9岁了相差52岁 对 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 给大家带来这么一段精彩的表演 再次的掌声送你二位 好不好 谢谢 那宝马战队派出了这么厉害一队 对不对 那魔王队呢 没有想到宝马队一上场就出大招了 又是国粹 还是那个岁数非常大的老人在为大家表演 既然是比赛 这个排兵布阵太重要了 对 所以我临时更改了方案 我们也有老将 你们也有老将 对 我爸出来 我们明星家庭亲自出阵 掌声有请三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那我想问一下严东哥 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也看到你这个 迅速的这个闪电换人 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真的 第一 是觉得太神奇了 第二 觉得你太危险了 是 魔术呢 它可能有的时候 因为为了这个惊险刺激 对魔术师本身可能是会有一些危险 是的 读大学的时候 就曾经碰到过一次危险 当时我表演的是水柜逃生 就是把人装在一个密闭的那个水柜里边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 要把手上的脖子 然后腿上 一共有七把锁 要把那七把锁打开以后 再想办法 从那个密闭的容器里边逃脱出来 那么这一切动作呢 都是在一个憋气的一个状态下 因为我的这个时间可能是一分半是极限了 所以要在一分半的时间里出来 那么当时呢 可能是有一把锁 可能是有问题 是锈住了 其实已经解开了 就是打不开 就撞那个玻璃 那个很厚的玻璃 那个金属 包括这个支架 就撞 给它撞开了 我觉得手上不得劲 马上去送医院 就鼓裂了 但是当时的时候 这手一点劲都使不出来 道具呢又是要 它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原理 就是你要一种非常古怪的姿势 才能出来 你不是说 你就这样就跨出来 不是这样的 他要人倒过来 然后用腿这样先出来 就完全是要靠手 把身体全都吊起来 让腿才能出来 因为当时我都不知道 我是怎么出来的 当时那一次好像是 到了一分五十秒 还没有出来 他们外面就很紧张了 因为是拿布给我罩起来的 就特别紧张 就说怎么办 我爸爸就说再等一等 旁边的助手就说砸缸 但是最后还是逃脱出来了 观众是没看出来 但是只有我自己是知道 特别吓人 是 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 所以我再也不演了 所以当时这种情况 傅老您当时心里什么感受 就害怕吗 我当时很紧张 很紧张 但是呢我也相信他有那个实力 为什么呢 这个在水中憋气啊 一般是一分半钟 但是呢 傅晏东平常练功的时候呢 他是两分多钟 所以呢 我说还等一会儿 稍微等一会儿 他那段时间他出来了 就是还可以 但是紧张还是在心里 真的是特别紧张 那个时候 而且我听说啊 晏东是一个好男人 而且特别会做菜 是不是 这是我最大的爱好 这是你最大的爱好 他们说我那个喷条方面的天赋 一点都不弱于魔术 第一次吃到晏东做的菜 是什么时候 那是他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 他爸在外地行为演出 我在学校里很忙 没有不定时回家 有一次我是 因为是学校开家长会嘛 我是 是 紧赶慢赶的 到家里也快八点了 他还没吃饭 为什么呢 他就做好了 我当时回来 我特感动 他是炒了一个菜 素菜 好像是青菜不是什么菜 忘了 还煮了一股汤 我非常非常 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他说我不告诉你 你平时做菜 我就旁边看着 看着我就学会了 就是第一次做的菜 但他没有放眼 不过 这就是晏东表达的孝顺 对不对 是他的懂事 谢谢 好 那再一次的感谢三位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家 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 朋友们 大家看魔术啊 我知道你们喜欢看什么 就是看 魔术师的秘密在哪里 哪里穿帮啊 我们把这些魔术道具啊 都翻转来 那么 傅彦东呢 他表演的时候呢 他就朝后面表演 那么 你们就好比在后台了 好不好 好 好 把道具 处理一下啊 对 背后 待会注意看背后 那边 行 好了 我会 告诉你们背后怎么看 好 准备好 音乐 哎 哎 哎 不对 哎 你给他朝后面看 哎 你们反过去 反过去 哎哎哎哎 对 好了 现在 就看魔术的背后 好 魔术演员 总要做点准备工作 好好好 哎 今天抓紧时间好吗 哎哎哎哎 好了 好好好 傅彦东 进到柜子里面 你看 快进去了 啊 对对 转过来看一下 对 傅彦东 在柜子里面 注意了 关好柜子 注意有一个关键动作 你看 两个演员把毯子 拉开 看 给信号 给信号 哎哎 哎哎 你慢一点 你慢一点 对对对 哎哎 就继续过去了 哎 看他们怎么表演 下面怎么表演 好 那好了 两个小姑娘过来 好 再一个一个的棍 要捅到那个柜子里去 你们 你们动作快一点好吧 这种这过程快一点 过程快一点 这魔术表演就是这样 要迷惑大家 要不引起大家的注意 空的柜子 捅这个柜不好捅 这边捅不去 那边出不来 好赶快赶快 好 好 现在 交代 就表示你看都插满块了 好了好了好了 赶快 现在怎么表演呢 这怎么回事 赶快 赶快 那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 这三组已经这样结束了 对不对 接下来 又到了这个紧张激烈的时刻了 对不对 艰难的角色就交给你们了 今天位是情动中国 请投票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 好 专闭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今天位是情动中国 请投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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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 一 投票通道 专闭 接下来让我们看下大屏幕 我们吧 赵春莱战队是五十一票 傅严东战队是七十票 恭喜获胜的魔王战队 恭喜魔王战队加一分 谢谢 好的 再一次感谢两组家庭 谢谢 刚才我们的这个魔王战队 率先获得一分 那接下来该第二轮了 我们严东这边先开始好不好 我们派出的是哪一组家庭呢 我们请出我们的约德尔父子 掌声有请 约德尔父子 欢迎 女士山上做的迹象 美丽的风华 模样姑娘她们在唱 真是要的 神奇海神她们在观察 一二三四 谁要顺呼吸 她们一起唱歌 他们一起唱歌 他们一起唱歌 一起来玩 瑞士山上端丽奇像美丽的风华 牧羊姑娘她们在唱 这时有的神奇感声她们在观察 一二三四 谁要深呼吸 她们一起唱歌 她们一起唱歌 这首歌 她们一起唱歌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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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愛 我的愛 u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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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н 我 算 好 Zither Harp 谢谢 真的是太棒了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 大家好 我叫张云嘉 今年十岁了 我是他的爸爸 我叫张刚 这是父子党 对不对 父子 父子党 刚才唱的这个唱法叫做什么 这种唱法叫约德尔唱法 它来自北欧 北欧的阿尔卑斯山 那些牧民他们唱的 他唱的和其他的歌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他的唱法有什么神奇之处 这个约德尔唱法对气息要求特别高 而且对那个音的真假声的转换要求特别快 它可能一个句呢 可能要有六十个音才有一个气口 就这样 你们俩都喜欢唱约德尔 那妈妈喜不喜欢唱约德尔 她妈妈烦透约德尔 烦透了 那怎么办 我们躲着她 妈妈在跟前我们就不唱了就闭嘴了 她要是在家 那我们就出来上山公园 上公园找地儿唱去 对 张艺佳 唱这首歌 用约德尔唱法唱歌 鸟啊熊啊都能听得懂 你们信不信 我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你也不信啊 前几天啊我们外拍走的导演带着二位啊跑到动物园去了 我们看一段神奇的视频好不好 哇 就是有这种神奇之处 wollt 哦 哦 你问题 碰到了没有 哦 foundations 你是 console 啊 b 就是有这种神奇之处 当然当时我们这个外拔导演回来说 我都疯了 就是他们俩刚唱的时候 而且本来那只大猩猩是坐在那动都不动的 然后这个佳佳一唱 心姐跑过来 有点像那个人缘泰山的时候 喊那个声音 对 那他刚开始学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趣事 约德尔 尤其约德尔唱法 你如果刚开始学的时候 会不好听 特别不好听 对 刚开始学特别难学 对 特别难 刚开始学特别难 那接下来让我们两位明星队长来试一下 好不好 来哦 自己教一下 咱们先从简单的开始 先跟我唱一声 用真声 用真声 真声 好 再发一声 假声的 一 一 把他俩分开 假声吗 对 假声的 一 很棒啊 太好了 原动来试试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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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有点感觉 对 真声和假声分开 然后呢 你再给它连起来唱 嗯 这两个音唱走了以后 你再给它连起来唱 嗯 就是先唱 真声的 雷 雷 分开 完了 然后你再给它连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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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啊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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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跳 好棒啊 太棒了 我们这一组派出的是这个约达尔父子 对不对 表演得特别好 那接下来干我们这个小包战队了 嗯 小包战队派出哪支队伍呢 你吃过 辣椒炒土豆吗 土豆炒 辣椒土豆丝嘛 对啊 辣椒土豆丝对啊 吃过吗 吃过 想吃吗 想 想吃 你确定想吃 想 好 好 那我们的上一盘我们的辣椒炒土豆 有请辣椒炒土豆 速冲了啊 同学们好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啊 马小蕾同学 大家掌声 欢迎 好 哎 小敏呢 嗯 你旁边是没有人 没有啊 好嘞 那个你就坐他旁边吧啊 小蕾 嗯 出去吧 同学们 我们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一百天 你们每个人要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 好不好 好 好 自己一会吧 你就是新来的呀 啊 啊 啊 你叫什么名来着 我叫马 马 马 马小蕾 马小蕾 你呢 我叫 你猜 我哪知道 我姓张 我叫张小敏 哎 真巧了 咱俩一个辈子 都是小子辈子 哎呀 哎 前面你知道吗 大家都说我 远看向刘的花 近看向霍见花 哎呦 我天哪 你给拉倒吧 你长得跟土豆的成精了似的 哎呀我天 哎 不是 哎呦 你见过这种帅的土豆吗你 哎 不过说真的啊 你好像有点结巴 你发现了吗 那 那我 我平时我也不结巴呀 那我就知道了 正常 哎我跟你说啊 你看啊 像他们 他们这些人 见了我 都会紧张 都有在结巴呢 嘿嘿 哎我跟你说啊 我是咱们班的音乐课代表 来 看着我的眼睛 我帮你调一下 放空你的思想 放空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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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脑子里面想到什么就唱什么 唱 哎 丁蕊的姑娘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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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大声唱 唱出来 唱 这里表演很精彩 很精彩 请你不要不理睬呀 请你不要不理睬呀 行 哎呦我天哪 这歌让你唱的 我都 哎呦我都厌实了 让人家唱的 我 哎 不过你发现了吗 你不结巴了 哦 这么地儿吧 从今以后 你就跟我了 谁要欺负你 你就报我的名字 我还有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 我叫辣椒 我是一个要当音乐老师的人 就在那一刻起 我恋爱了 虽然当时不懂什么是恋爱 感觉那个时候是整个高中最快乐的时光 当然 即使这个恋爱是我单方面的 一厢情愿 但那也是一种青春的美好 回去吧 不是 你 你真的别再送了 你再送两里地我就到地方了 我这火车票我白买了 我 土豆 没考到统一所大学不要紧 只要你肯努力 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我都明白 明白就好 你看 音乐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你现在不仅不结巴了 领悟能力还增强了呢 好了啊 我进站了 你保重 有谁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 我叫辣椒 我是一个要当音乐老师的人 我叫辣椒 天天在乌打电话 我们怎么睡觉啊 上班要打纸 哼 你们这么单身懂啥 我这是守护我的爱情 就算是单恋 那也是恋子 再给我的辣椒打个电话 哎呀 你别生气啊 你都听谁说的呀 我真没有男朋友啊 哎呀 不是 你听我解释 哎呀 完没完呢 一天24小时打电话你不闹心啊 辣椒 我一听到你的声音 我整个人的烦恼都没有了 可是我一听到你的声音 我一切烦恼都来了 你天天这样打电话会耽误学习的 哎呀 没事 等你一会儿睡了 我再自己给自己补补课 土豆啊 不 马晓磊同志 你家也不富裕 你天天这样打电话 电话费很贵的 哎呀 这个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我刚在移动公司找了一份兼职 享受员工内部价可便宜了 马晓磊 你认真地听我说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梦想 只要你肯坚持 你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有一首歌不是这样唱的吗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 停停停停停 别唱了 你看人家刚唱到兴头上 你兴不兴头我不知道 这不是你都快把我给催眠了你 其实吧 你唱的这个歌我懂 但是你知道吧 我的梦想是 哎呀 无所谓了 你懂就好 你看 音乐的力量是无穷大的 你现在的理解能力越来越好了 记住了 有人欺负你就报我的名字 我叫辣椒 我是一个要当音乐老师的人 哎 不是 你这是老师不老师的 喂 喂 就这样 我们在互相鼓励下 在各自的城市 度过了我们的大学时光 当然 我也不再是单恋 因为 在他大三的时候 几乎全学校所有的男生 都知道 他天天从早到晚 接一个男人的电话 所以没有人在追求他 而我也就成功地 守护住了我的爱情 你干嘛神神秘秘的 还非得找个没人的地方 烦人 我怕别人给我抢喽 你能有啥之前的东西啊 还别人给你抢喽 我这就拿给你 给 大哥呀 我说你偷偷摸摸摸的 就为了送我一个土豆啊 它可不是一般的土豆 它是一个有内涵的土豆 你可拉倒吧 我还不知道还有什么内涵呢 不就是关键时刻顶着吗 少来这一套 不是 这跟原来的不一样 这 那一套不一样 哎呦 我天 你说得一个大老爷们 拿过来 他个土豆都摆不摆 我这 我 辣椒 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我知道你的梦想 是当音乐老师 但是你呢 却还是选择跟着我回家种了土豆 其实 这么多年 我并没有为你做过什么 但是你 却为我放弃了很多 我要给你个求婚仪式 其实从第一开始见到你的时候 你那时候用歌声鼓励我 我就已经爱上你了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 谢谢你叫给我 我希望我越来越温柔 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 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 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 只要将你就记住不忘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梦想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 丢到以后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梦想到最浪漫的梦想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好 大家好 我叫马小蕾 来自山东省高米市 焦和生态发展区前沙巴村 大家好 我叫张小敏 我说他媳妇我俩一个地儿的 就一个地儿的 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离别的车站是在围坊嘛 就是在围坊里面 对 我们就是围坊 那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这个都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来改变的吗 对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改变 就是因为我俩吧 虽然故事算不算为道 但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真的从那个狗餐我喜欢他 然后到四边的大学我们都是分开的 最后我们还能走到一起 我觉得我觉得我情侶特别爱我 这个真的是幸福的眼泪 这一种走来特别的不容易 最后终于修成了正果 是 那我特别想听一下 二位的这个爱情故事 真的现在真的好激动 其实我们高三下半年 我俩是同学 而且是同桌 真的是同桌 大学四年 他在湖南上的 我在黑龙江 我们异地恋四年 后来其实我们俩人 是属于很相爱的那种 但是家里不同意 所以就是一直追了七年才在一起 就是家里不同意 谁家不同意啊 我家 你家 为什么 我家人想想长得太矮了 长得不太矮了 不矮 我一米九 这起码还是一米八啊 对不对 他才一米六三吧 对 我一米六四吧 有时候 多一米一米 好尴尬啊 那土豆啊 你是用什么方法 说服丈母娘的 其实我们农村人嘛 就讲究这个小青年 觉得是能干活 能吃苦耐劳就行 我一想能干活那还不简单 我家就是种地的 他家也种地 等他家求收的时候 我就我家活先不干 我去帮着我媳妇家干 是 先干他们家 对 我都干的时候 我都不休息 然后老丈母娘一看 还有这小伙你看 都干活都不知道累 这都干啊 这第三座大山 挺沉重的这个大山 是 老岳父 老岳父 我爸是军人 他很严肃 在家里对我们也特别严肃 不只是对他 是 对 我上了老学本了 我就打听 我就问和我媳妇打听 我说 你爸到底喜欢什么 他说 我爸那当兵的肯定喜欢当兵 听娟歌呗 对 他喜欢听歌 他爸过生日 我就连着蛋糕 我就去了 然后他呢我就放进蛋糕 我说 叔叔您好 祝您生日快乐 我今天来吧 是带着三样东西来的 第一样是蛋糕 第二样是我 还有第三样东西 就是您最喜欢的 下场他有好多战友都在那听 哎呀 我们是 我就说 你们是喜欢的 刀过别人喜欢听娟歌吗 对对对 然后我就唱 我一张一口我就唱 当时这么唱的啊 预备走 一颗鸭小白羊 当在少所旁 干二伤干二壮 手望着北枪 就这一首 哎呦他所有的战友 哇 对 对 对 所有的战友也给你配 就是战友一配吧 他都是 他军人嘛 有一种情怀 就是兴军歌特别的抗烦 特别激热 老岳父也拍 对 你可是会 真的是 女儿是爸爸的这个心头肉啊 是不是 小棉 你就用这个方法就 就给拐掉手了 对 我头七色后嘛 对 那我还想问 就是两位 就马上就毕了业 大学毕业 就回家去务农了 对对对 为什么会想到回家去务农呢 这个吧 其实我媳妇本来不想回家 嗯 她还是想留在城市里边 就像刚才小片脸呢 她想考个音乐老师 嗯 但是我吧 我这个人也不知道思想咋回事啊 就是 我爸是种土豆的 嗯 那我就发现我爸种土豆吧 就好多壁 你好比这个土豆 本来哈 它是放到三十公分 四十公分一颗 对 但我种的时候我就不 我就放到五十公分一颗 那时候长起来没有束缚感 土豆所以长出来的也特别大了 对各大 对各大 开始她不同意我回家种地 最后呢她看我种的土豆 哎 找的比他大 然后卖钱也比较多 嗯 她就同意了 就种的比他种的好 对对对对 这是半个哈 对 来这后面还有半个 哎 这两个加起来是一个土豆 来帮我问一下 对 这么大的土豆 平时在市面上见过吗 你太厉害了 包括现在一共有多少母地 啊 一共有多少母地 一共就十几母地 十几母地 十几母地啊 满园子里面都是自己的宝宝 对 是不是 土豆宝宝 就看到他们就很开心 对 很幸福 对对对 再次谢谢二位 谢谢 那么辣椒土豆啊 也已经表演结束了 好 接下来 又到了这个第二轮紧张的这个 投票环节 投票环节了 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个 约德尔父子重回舞台 那接下来 这个难题就交给现场的 一百二十一位家庭欢乐成员们了 接下来 吉林瑞士 情动中国 请投票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关闭 那接下来我们话话多说 赶紧看一下大屏幕 接下来 来 吉林瑞士 情动中国 请投票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关闭 那接下来我们话话多说 赶紧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抱春来 战队是六十一票 赴严东战队是六十票 一 一票之差 一票之差 对 优势还是赢得了这一轮 恭喜我们的宝马战队 现在场上比分 一 比一 严东啊 你输了一轮 对不对 我们 我没觉得输 我没有输 不就多了一票吗 尊一票也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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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母子三人 好啦 接下来掌声有请 新疆母子佳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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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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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忍毕竟两个孩子 我必须要忍 我自己选的路 我必须要忍 然后就慢慢慢慢就喝不来 然后走自己的路 我就两个儿子 离开了家 就离开了 离了婚之后 马上就回到舞台了吗 离了婚以后 我就空白 什么都没有 我就零开始 然后我们团的领导下 他们支持我 回来工作吧 然后我就回去个单位 我一进排练亭 就连我的位置都没有了 我只能看两边 然后我心里不舒服 因为我爱舞蹈 所以 已经不能再回到首席的位置了 只能坐旁边的群演 就是 然后我就 自己 外面去哭 然后我哭什么用 哭什么用 我一定要把这个两个包 站起来 重新站起来 那之后呢 然后在新疆本地 有一个新疆好舞蹈比赛 我报名了 然后 坚持一年多的时间 我拿了冠军 重回舞台 坚持一年多的时间 拿回冠军 六年后啊 刚回排练厅的时候 是在最边上 最后一排当群演 还想跳回首席吗 现在也 回到首席的位置了 已经回到首席的位置 现在回到首席的位置了 对 女子本弱 为母则刚 一个单亲妈妈 带着两个孩子 就像是我刚才看到的那支舞蹈伤 就在沼泽地上 跌倒了再爬起来 跌倒了再爬起来 这一幕一幕 就是为了那份坚持 就是为了带着两个孩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 是不是 是 卡米拉真的是带来了 一个非常感动的故事 而且是一段特别惊艳的表演 没错 严东有什么想对卡米拉说的 不是 我是觉得真的太感人了 这个故事 我还在沉浸在那个里面 还没有出来 我要说的是 这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节目 专业水平特别特别地高 因为我曾经也进修过 一段时间的舞蹈 我也知道新疆舞的这个难度 这个跪转 你们这个旋转 跟我们这个芭蕾激训不一样 你们眼睛不是看一个点的 你们都是特别难 我自己也试过 反正两圈下来基本上就晕了 真的是特别难 就是一个生过两个宝宝的母亲 还能恢复得那么好 还能继续站到舞台上成为首席 我觉得你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榜样 谢谢老师 谢谢你 那接下来让我们的宝马战队 小豹一家出战了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这个 压轴组合 好 鲍春莱 马兴怡有请 有请 好的 欢迎两位回到我们的这个舞台 是 因为我大家都知道鲍春莱 国家羽毛球运动员 羽毛球冠军 是不是 世界冠军 我们平时打这个羽毛球的时候 就随便打打 对吧 就当锻炼身体了 但是专业的这个运动员 她是不一样的 对 她都是 时哪儿打哪儿 是不是 欣怡看过舅舅打羽毛球吗 我以前看太多了 就是没什么可看的了 没什么可看的了 我小的时候 她在训练的时候 那时候我小还能进去 带我进去玩什么的 然后他们还是挺辛苦的 反正一天就把我扔在那儿 然后就看她训练 那没工夫搭理我 那我也就到处看看呗 就没工夫搭理你 其实做运动员也辛苦 做演员也辛苦 那小舅说过心疼你的话吗 不说 而且她对我的那种要求 就真的是 她连我走路的姿势都要要求 就是我们一起出去演出 因为我一直说我像小男孩 我走路就可能没有那么淑女 这个就是一直在我后面偷看我 我走路走得不好 就上来踹我 上来踹我 还要踹你 还要踹 然后告诉我手要贴着这儿 不能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路 那哪叫踹 那叫爱的鼓励 刚开始我们说到了这个专业运动员 和我们打这个羽毛球不一样 打球的话都是直哪打哪 而且要求这个球速 那最高的这个球速能打到多少 如果最高的话 我们所说的那个球速就是 当拍面接到那个球那一瞬间 那个球出去 那一下的时速 可以达到三百到四百公里 时速三百到四百公里 跟飞机一样在飞呢 跟高铁一样 跟现在高铁一样 跟高铁一样 跟高铁一样 那接下来 我们就玩一个小游戏好不好 来 我们上道具 刚才我们说到了 就是运动员要求这个球速 三百到四百公里 手劲一定很大 对不对 那接下来看道具 花式 打羽毛球 好主意 那能不能把我们这个 西瓜给打破了 对 我觉得这样好不好 因为昨天 有一个朋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 他说今天带了很多 喜欢打球的小运动员一起来了 所以说我就想邀请那一位 其中的一位教练 或者是小运动员 来一位上来跟我一起 对 是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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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 对 应该是那一位 是 有请我们这位帅哥上台 刘德言 刘德言刘德是什么 我刘德是知道来哥今天来长春录节目 录咱们这个家庭混乱秀 因为我是一个羽毛球教练 我带了很多羽毛球学员 然后来看来哥 支持一下来哥 小包他说的对不对 对 就是 是 没有冒名挺替 没有 但是我因为我们 我跟他不熟 不认识 但是我看到了他的留言 我就想 今天既然有这个环节 我就想邀请他们上来 对 邀请他们上来 打西瓜能不能打破 没试过 没试过 今天咱在现场试一下呗 好 没问题 好 来 来 我们先来试一下 来 这打的还是很准的就对 来 可以就用精彩的 来 小孩子来试一下 好不好 小朋友来试一下 小朋友可以 对 打不准吗 打不准没关系嘛 小红的球直接飞着球 我要打西瓜 他的表 再来对准这个西瓜 不是打那边 对 不是打人 是打西瓜 好 看转 一脸懵的状态 那边有美女是不是 欣怡 欣怡是不是学过羽毛球 我刚刚在说 我觉得我能打中 但这东西看不一定 来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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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打中 就把它掐掉 好不好 好 我觉得我打不中 没关系 试试 试试 伯伯 你要这样的 用劲 用尽全力 我真的打得挺远的 旁边 隔壁屋有帅哥 对不起 好 最好 来 小邦 好 换我了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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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蛙好甜 好香 佳佳加油 已经出了一个洞了 从我们的这个角度看得特别的清楚 而且有个很大的裂弯 再来一次把它打开好不好 这次更厉害了 这次更厉害了 谢谢 好 当然我不浪费 真的是一会儿就当我们这个茶蝎了 好的 再次谢谢 谢谢我们几位 看爆春来打球酷不酷 帅不帅 帅爆了 对 打球酷 打球帅 那接下来 要给大家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 掌声有请爆春来马欣怡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我们下期 再见 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我在虎樓的夜色中 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飞机飞过车水马路的城市 千里之外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划成歌留在山河 我在虎樓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飞机飞过车水马路的城市 千里之外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划成歌留在山河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只好把岁月划成歌留在山河 我在耳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诗里 把今天的风又吹向你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再一次感谢二位 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六组家庭 就全部表演完毕了 没错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后一轮的 观众投票环节了 首先呢让我们掌声再请回 我们的新疆舞母子家庭有请 好的在今天的最后一轮观众投票之前 我们先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 我觉得这一轮我觉得给自己拉拉票 我总感觉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我拉吧 那个我替 我替对方摩望队的拉一下票 因为我觉得他们跟我们相比来说 他们更需要大家的鼓励吧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 我以前上大学之前 我也是学舞蹈的 然后我现在都没有生孩子 然后我还比别人年轻 你让我再回去跳舞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所以我特别理解她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我就替对方拉一下票 好吧 但是刚才你们支持的这个人气很旺呢 如果真的是论就是专业水平 我觉得卡米拉女士 她刚才跳的舞确实很专业 大家看了我都能感觉到 大家对这个卡米拉女士 跳完舞之后的那种赞扬和惊叹 所以说真心地祝福她吧 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比赛嘛 是不是 我觉得还是为我们宝马队 对 身为队长 太不默契了 加油 加油 请大家踊跃地投 是 大家都投 宝马队 那接下来 说了半天还需要投自己 严东 给我们这个新江舞母子家庭 拉拉票好不好 小弟弟已经睡着了 真的是很辛苦 很辛苦 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 真的是很辛苦 而且还要恢复自己的专业 不过呢 怎么说咱也是专业人士 是吧 我觉得小豹是跨界的 跨界的我觉得更不容易 所以呢 我支持小豹 两对互相牵上 爱的鼓励 对 爱的鼓励 大家都是爱的鼓励 对 接下来的投票 就看你们的了 吉林卫视 请动中国 请投票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关闭 那接下来看观众的投票 投给谁的呢 请看大屏幕 接下来的投票 就看你们的了 吉林卫视 请动中国 请投票 三 二 一 卡 投票通道关闭 那接下来看观众的投票 投给谁的呢 好 请看大屏幕 那鲍春来战队稍稍赢了多了一分 对 又为我们增添了一分 现在的比分是2比1 对不对 但是咱们还有网络投票呢 接下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现在的比分是2比1 但是我们场外还有我们的网络观众的投票 没错 你看 这些人一直坚挺在这个屏幕前面 看着我们的节目 对 一直看着我们的节目 他们的投票获胜的队伍将击2分 所以 我们的魔王队很可能再奔回一城的 反败为胜 反败为胜 对不对 我们把所有家庭都请上舞台 好不好 好的 因为我们的场外还有2分 对不对 非常重的2分 到底这个2分花落谁家呢 来 现在的比分是2比1 嗯 燕东 我们这一队很有可能这个反转 你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 我没有羽毛球 我没有羽毛球送人 魔术道具我看着不错 可是好贵啊 给自己加加油嘛 这个如果大家投我一票 我就教你们表演个魔术 我只能这样 我觉得真是习惯 我投 我投 我也投吧 我们都投了 我们都投了 大家都想让这个 燕东教魔术是不是 立场不够坚定了 是 那么最后我们的场外的这些观众 到底支持谁更多一点呢 请看大屏幕 出现了反转的局面 抱出来 42,319票 傅燕东 43,976票 所以这两分是归属我们的魔王战队的 恭喜魔王队 对 所以我们最后的比分是魔王队3比2领先 恭喜魔王队 恭喜 谢谢 谢谢 所以我们吉林卫视将会以获胜队的名义 为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捐赠一所图书室 没错 也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发送邮件到我们的官方邮箱 跟明星同台竞技传递家庭梦想 是的 最后再一次想起我们节目的口号 我们的家庭欢乐秀 金浪公园 各位观众朋友们 下周四晚九点十八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再见 何一型蛋白 家是一个轻松自在的地带 想怎样随便你没有什么不应该 我们因彼此的幸福而存在 这是最美满的安排 无论你是沉默 任性还是古怪 这都有你要的理解和期待 为你加油 为你活彩给你关怀 快乐的一拍 爱就修出来 Happy Family 这一刻就出发 Happy Family 烦恼统统抛下 不管风吹雨打 海墙天涯 有你们在 我就什么都不会怕 Happy Family 这一刻就出发 Happy Family 烦恼统统抛下 生活冰冻 复杂包容的山 我们是最快乐的一家 Happy Family Happy Family Happy Fami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